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支持他 这时侍郎注意到了倒在地上脸 他想将他服气 但脸身上的黑泥让侍郎无法够见 此时的鹰心态已经完全扭曲 他依旧深爱着侍郎 他不愿侍郎离自己而去 于是他决定亲自杀死侍郎 这样侍郎就可以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依旧使Rider救下侍郎 原来在鹰黑化前 他就意识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一切 于是他用掉了自己最后一个照料 命令Rider一定要保护侍郎的安全 Rider想进一步劝止鹰的沉沦 没想到鹰照望出了黑塞巴 一键刺穿Rider 为了制止鹰的残忍行将 伊利亚来到鹰的面前 主动提出跟他走 并告诉他开启胸部的钥匙 就在自己重宝里 俩人随机抢往重宝 黑塞巴不得断号 他告诉侍郎 即使鹰今后的劫故 是会失去生命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 并告知侍郎不要再试图阻止鹰 侍郎带着昏迷步行李 来到教会寻求齐里的帮助 等到侍郎在此想来时 已经是深夜 得知鹰无大以后 侍郎想去解救伊利亚 齐里拦住他 并告诉他重宝的目的 就是要占据空壳的鹰 所以他们要在鹰变成空壳之前 带回伊利亚并达到重宝 齐里将侍郎带到了庭州过 由于二者目前的目的相同 因此齐里承诺自己 会暂时帮助侍郎 俩人开着车赶往城堡 电台里播放着 多么是经济发生的离居事件 意识着危险 正强迫在所有人的身边 路上齐里告诉侍郎 齐里为了正义 甚至可以舍弃人类感情 所以换作侍郎 为了拯救独属人 一定会杀掉鹰 而齐里自己 全一次服即将诞生于鹰的黑暗 这让侍郎破为震惊 那可是到处杀人都想 接着齐里反问侍郎 鹰吃人的事情 大家已心中肚明 那即便如此 你是否依旧会保护他呢 被对着齐里 侍郎摇了摇头 或许真如大家所说的 只有杀死鹰 才能让他得到解脱 俩人此时来到城堡 侍郎用魔术 找到了伊利亚的位置 没想到齐里 居然把侍郎 直接从窗户丢了件事 不过伊利亚 并不因为侍郎到来 而感到高效 反而让他尽快离开 从小就被培养中 生命容器伊利亚 他的使命就是完成正碑 眼下无论是由他自己 还是由鹰来完成正碑 他都要将其坚持到底 但侍郎并不认同他 他告诉伊利亚 他并不胜碑 他就是他 别为了身外之物 其中自我 面对侍郎的坚决 伊利亚有了一似动摇 但齐里实在看不惯 两人魔不策操 于是一把抱齐伊利亚 从窗户跳的周见 侍郎紧随其后 应感知到了侍郎他们的存在 他从黑泥中 撞住巴萨卡 一路追杀他们 侍郎等人拼命逃脱 不料哈萨前来走准 齐里为了让侍郎和伊利亚先走 自己留下与其对峙 齐里和哈萨一路结战 来到了一处破坏教会 很快他便被哈萨所伤 正当哈萨以为 自己能够得手 想要使用宝具忘却其音 来复制齐里行当时 突然发现不对劲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齐里反击哈萨 并将近破影状 随后他立刻找到了防顶重野 通过永昌圣殿 直接攻击麒灵体 使其灰飞掩面 另一边为了逃脱巴萨卡的距离 侍郎抱着伊利亚 躲进一处过客 伊利亚猜足够侍郎赶紧离开 因为巴萨卡的目标是自己 而不是侍郎 但侍郎却紧紧抱着伊利亚 告诉他 哥哥生来就求保护妹妹的 即使没有适脑关系 为了保护伊利亚 他决定使用阿萨给他的躲避 与巴萨卡一战 即使这意味着他会失去生命 接下婚姻之后 强弹的魔术回落 让侍郎的身体与意识 开始逐渐崩溃 但在恍惚间 他看到了阿萨的身影 阿萨问侍郎 是否能够赶上自己 这刺激到侍郎 成功地让他从迷失中清醒了过来 利用真的令他承受住了 阿萨的魔术回落 侍郎落在巴萨卡面前 双目流血了他承受巨大痛苦 用其左手使出了一招 射杀白头斩击剑击 仅此一击便击杀了巴萨卡 而当巴萨卡灰飞烟灭之间 他告诉侍郎 接下来将由侍郎来守护伊利亚 而原本等在一边 要继续与侍郎战斗的C吧 受到鹰的召唤突然离去 这时的侍郎和伊利亚 终于暂时安全下来 伊利亚激动地紧紧抱着侍郎 但侍郎终时支撑不住 晕酒了过去 侍郎清醒后已在自己家中 随后他和伊利亚 跟着已经康复了脸 一动前往鹰原来的家 六少伊利亚告诉他们 关于圣碑战争的真相 表面上是雀母术师 构此证换英灵进行厮杀的游戏 作为启动大圣碑的药审 300年前 爱因斯北伦马其里 和原本三个大家族 企图利用圣碑的力量 去往外界 爱因斯北伦伦传的 能够实现真正永生大仪式 天之碑 就已将灵魂化作物质的魔法 而令英改变相貌 让崇业万般渴望的 真实附仇者Avenger 圣碑战争中的第八个指尖 也是语英童话后 投授出来的黑体门体 安哥拉曼牛 这是发生在某个 信封拜伙教的村庄里的事件 村民们一直在思考 能否将全人类从恶中解救出来 过上沉洁而正直生活 然后他们选出了一个青年 让他背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 借以证明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都是善良的 就这样一位英雄诞生了 他以罪恶的化身被证人所增恶 但同时却又被当作神来崇拜 他就是反英雄安哥拉曼牛 在第三次圣碑战争中 爱因斯北伦将安哥拉曼牛 最后英零撞出来 但是他的战斗力很弱 在圣碑战争前期的战斗 被圣碑吸收 那时圣碑也诺了一个愿望 众人体验中 诞下的所谓绝对折恶 在圣碑中终于得以实现 作为此事全部折恶 能够诅咒全世界60亿人口存在 就是那个黑影的真神笨 正因为切四 在上一节圣碑战争中破坏了圣碑 因此安哥拉曼牛并没诞生 他被留在了大圣碑中 他的一部分被其理接受下来 另一些圣碑内部碎片 被虫也植入了硬的体内 由此成为人工赏碑 无论安哥拉曼牛本如何 都不能改变它是从者是实 所以虫也让它服从 成为了硬的从者 一旦安哥拉曼牛诞生 硬就会彻底改变 再无人可以拯救它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希望借助爱因资本人记忆 和流动在箭头下土地灵脉的记忆 让侍郎投用出宝石剑 宝石剑在原本家中 带来陈述的机制密宝 也是用来对抗硬的武器 领将仿造宝石剑而制成的 注入了领十年份魔力的阿苏此剑 竟用侍郎运辅助同样 伊利亚担心侍郎会被阿查的 手臂的魔术回路斯反射 但他们又必须这么做 很快伊利亚将侍郎带到了 过去的记忆里 侍郎看到了三大家族 当初为了抵达根源 而一起建立圣碑战争的画面 他们各自提供重要的东西 圆满家族提供铺设圣碑的能力 马切里家族负责提供重量 爱因资本人家族提供发动 第三魔法的法阵 在修巴因奥古及宝石翁的建议下 仪式开始了 爱因资本人家的当家人 都知少女 他将构成自己的魔术回路 净分解 从而将自己作祭品 启动了圣碑仪式 剩下的两位分别是 原本家族的家主 圆满友人 和马切里祖尔根 即崇业本人 仪式的最后 被宝石翁拿在手里的 正是李奇望士郎投影的宝石剑 虽然最终士郎 重工投射了宝石剑 但由于消耗了大量的魔法 直到深夜 狮狮仍没有宏剑来 这时Rider来到狮狮的屋外 他要告诉狮狮 若他要伤害鹰 那么他已经不再听从手里的安排 会将它杀死 但是狮狮告诉Rider 自己并非要杀死鹰 反而是要去救他 并表示 自己无论最后会发生什么 他都会选择必保护鹰 于是狮狮与Rider达成共识 并且Rider在狮狮要求下 答应将会成为他的力量 来使用他 与此同时 银的房间也来了一位不自知客 不是别人 正是鹰的样子 鹰显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鹰子与链的对话 颠色导致 一会牵手里 尽快带数量逃跑 一会又说 自己会珍惜这来之不予力量 总之链决局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选美鹰 鹰的样子便离开了 鹰子回到鹰的身边后 鹰痛苦不堪 没想到虫野还没有被彻底杀死 他的魂体依然在操控哈桑 他命令鹰与哈桑递起起晕 但哈桑看到鹰蹲坐在地上 毫无反应 以为他已经彻底崩溃 但谁知这只是生东气息 突然哈桑被剪辨的黑色人影 轻轻拍了下脚踝 哈桑整个人瞬间就化为泄泄 紧接着鹰眼睛都不眨地 将手插入了自己胸前 随后掏出来一个小怪物 没想到这又是虫野此生之身 鹰说了一声 爷爷再见 随其就要手里的怪物捏爆了 这样一来 鹰的哥哥和爷爷都被他干掉了 想到这里 鹰忍不住捧不大笑 这时塞巴在鹰的身旁 提醒他狮狼等人就过来了 鹰让塞巴紧张脸放进来 而对于如何处置狮狼的问题 鹰就犹豫了 这晚狮狼带上 由自己投影出的宝石剑 李开了充满关于鹰的回忆在家 鹰领一起去找大城碑 出发前 伊莉亚让狮狼蹲下 第一次向姐姐一般安抚了狮狼 祝愿他平安归来 为了找到大城碑 俩人来到大空头一直向寻找 狮狼发现了脚皮的世界 鹰立刻提醒他不要麻痹大意 接下来无论面对什么 都要以自己的性命为重 果然没走多远 前方就出现塞巴 鹰发现塞巴只针对狮狼而来 于是他先行离开 只身继续向共生物探寻 Rider将尽最大力量 替狮狼抵达塞巴的攻击 即使他只能坚持二分钟 狮狼的意志意外的坚定 他大声告塞巴 自己一定会消灭作为阻碍脚仓 并且他一定会拯救鹰 塞巴嘴角轻易笑 便展开了与Rider战斗 Rider已经是输体战了 他知道他是无法阵量塞巴的 但是为了应 他必须为之拼近全力 而狮狼抵达塞巴的界限 对着狮狼使用了R撤走避 此时三人都赌上自己消灭 X-Kaiber 塞巴终究是被击败了 狮狼手匕首挑到塞巴的身上 一刀刺穿了塞巴的胸口 此时林在黑色血润的阵下 终于找到了大神碑的所在之处 这时英出现在林的眼前 虽然他知道他此时行为是永迁诺 他对于自己悲惨的命运 以及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愤怒 同时他也曾和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曾帮助自己 他要用现在毫不愿意得来的强大力量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项 但当林向云提起 狮狼一久坚持要拯救他时 英就回答说 自己最想杀掉的人就是狼 说吧 英失望出了许多黑药 间接张力围困在中间 英要将一直以来的痛口绝望 都还给脸 他要让脸像被困于湖泊的小虫般 溺死在天池杯里 但是没想到 李拿出了宝石剑 用它击退了所有的黑药 英看到后看得十分惊异 林轻蔑地向他解释宝石剑来立 这是把叫做泽尔里奇的剑 连通无限排列的平行世界道路 令魔力流通其间 言语中近日充满对英 一无所知嘲笑 这自然激怒了英 他再次向李发起猛烈的攻击 但林却毫不畏惧 他手中的宝石剑更是所向披靡 发现林也同样强大后 英终时忍不住说出了 自己多年来的新手 为何同样是亲戚妹 自己却被割下了 马其里魔术烙印 被逼解吃毒食 被关键宠释 被人玩弄身体 而与此同时 林轻总是三万人光彩 不知极可的成长 对于这一切的不公 英充满着对脸增恨 一直以来他都想战胜林 想让身为姐姐林 注意到自己 夸赞自己 并且英一时坚信 领回来救自己 可是直到最后 脸都未曾出现 十一年里 英都在虐待和侵害中痛苦着 他没有选择 只能任由这一切吞噬自己 然而当英向林 终于吐露出自己心声 以及自己 长期以来痛苦后 林不屑于归的反应 大大出乎了英的预料 英愤怒不已 他想置姐姐于死地 只见林向她抛来 保持剑筒时 手拿匕首向她冲了过来 没想到到了妹妹的面前 林最终还是下不去手 一直以来 林的心里就失恋着妹妹 她谦让她宠爱她 并希望她得到快乐 林以为自己过得辛苦一些 妹妹就给轻松一些 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 林就这样死在了妹妹英的手里 这一刻英才知道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 都拥有着姐姐对自己的爱 只是就在刚才 被自己亲手摧毁了 此刻英似无比之前清醒了一些 巨大的悲伤相遇其烂 他忍不住的大致孤戒 这时商量感到 他通过英的反应 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 他告诉悲伤中的英 原版其实还有救 安哥拉曼妞突然向士郎发作袭击 士郎用左臂抵挡住了攻击后 他向着英奔去 此时英感觉到 快又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大声呼喊 希望士郎赶紧离开 但士郎完全不听英的验作 他一路狂奔到英的面前 他要英火下犬 即使英已经千冲百孔 即使英夺做了无数人生命 士郎一边扛下黑能攻击 一边忍受左臂带来的 魔术回路的冲击 士郎举起舞剑 向着英狂暴而眩 虽然英的确被士郎救下了 但却依旧无法阻止 安哥拉曼妞 士郎将英口原本 脱布给了瑞达后 决定独自摧毁这个 充满旧的研讨 他向前走去 无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他告诉士郎 他要将安哥拉曼妞 诞生于这个世界 这就是他的愿望 其实齐里 是在自己投授到了 安哥拉曼妞的身上 他的存在 已是人眼中最后的存在 但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这个界定的标准 到底是什么 当世间上 只剩下恶的时候 那么恶还能成为恶吗 他想知道答案 随着齐里 将十字架扔在地上 两人便在 随时都会崩塌大空洞里 展开了补击 最终炎风齐里被打败 士郎成为了 唯一剩下的八死打 但若要摧毁圣杯 士郎需要再次使用 左手臂力量 可是这一次 或许士郎就会因此失于性命 这一刻 士郎犹犹豫了 他想活下来 就在士郎愁愁不解时 伊利亚身批受服 从士郎的身后 缓缓爪前来 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牺牲自己来关上圣杯大门 士郎想阻止伊利亚 但是伊利亚让他意识到 他是多么的想活下去 伊利亚渐渐离去 士郎痛哭流涕 他发现自己 竟然无法看去伊利亚的名字 这时伊利亚终于告诉士郎 其实他是士郎姐姐 而保护弟弟是解决责任 就这样伊利亚走进了圣杯之中 在那里他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士郎反复呐喊着伊利亚的名字 但伊利亚已经再也不去了 四周的一切都打崩塌 恩哥拉曼牛也被摧毁了 但士郎的身体也随着一切 恢复也灭了 圣杯战争终于结束了 至此一切又归于了评价 此后脸边一只羽鹰心有不离 他们想弥补过去十一年的时光 白居过去 鹰已经留下长发 他和林一起拽打 一起住在了士郎家里 他已经学会了 与过去犯言最有共存 但是鹰的心理一直放不下士郎 林陪着他走遍了许多地方 终于找到了合适人偶 他们将士郎的灵魂 转移到了人偶的身上 开始了如旧又展现生活 仿佛过去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他们在曾经彼此相遇的 樱花烂满之际 看到了美丽的樱花 士郎一直就在鹰的身边 利用这个春天洋溢着甜蜜的幸福 在遇到心爱的鹰之前 士郎一直坚持自己理想 要成为最余的伙伴 但当他爱上鹰后 他选择只做一个人的最余的伙伴 但当真正的死亡来临之际 就下了心眼镜在他 却拼命地想活下来 这或许才是人最真实要貌 我们是感情动物 我们或许贪嗔罢子 但这就是生命 没有低速可言 只愿每一个人都能遇到 那个印象保护的人 也愿每一个人都能够 被某一个人好好的守护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阿帅几出的还行的话 还请多的手指点赞订阅我们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